丈夫好不好,关灯见分晓 有很多人说要看情侣之间怎么样 只有看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独处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只有那样才能看出两个人的关系到底好不好 第一,视力夫妻 两个人在一起都是金钱至上 当这个男人有钱的时候 女人就会一直跟着他 因为他需要物质生活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他把钱看得比男人还重要 在他眼里如果没有了钱 就没有了所谓的爱情 在现实生活中钱是少不了的 但有的时候应该把钱看淡一些 不要做一个拜金女 有的时候对于男人的要求 不能仅仅在钱上面来衡量他 第二,无能丈夫 夫妻之间更多的应该是信任 有的时候是需要相互之间的满足 如果婚姻中夫妻之间得不到生理和心理上的满足 那两个人的婚姻就非常难维持下去 如果一个男人没有了一个男人应有的状态 那你觉得夫妻两个人能好吗 所以说两个人要经常的沟通 关于不好一定要及时沟通 如果两个人都相互的憋着 什么都不说很难维持下去 有的时候夫妻生活也是增进两个人感情的重要方式 两个人要相互理解 第三,男人睡觉的姿势 如果说两个人晚上睡觉 男人在做完事之后总是不顾女人的想法 那女人渐渐的就会对男人产生意见 有的时候即使睡在一张床上 也会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男人应该抱着自己的女人 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这个男人对你的爱 他对男人的天下长 我觉得那么続行 那后黑子是什么事 那其实我们想到一位置就可爱 和我们学习感情 在开车的头发 也知道它下火 都没影响 Late诪我们 我们学习感情 一样的眼泓